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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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内容的背景主要是聂皇记下的十九章 当时北国的以色列国十个支牌已经被亚蜀帝国俘虜了 然后阿淑的军队来围剿耶路撒冷 攻打耶路撒冷 然后在这个环境的时候 希释家王呼求耶华 神施恩怜悯就施请教 阿淑帝国完全失败 耶华的施者一日之内就杀了他十万万五千的阿淑的兵 所以他们大得请教 当他们得请教之后 施恩就写了这一篇的诗 讲出神的大难为何要保护石岸 好 请我们一同带头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值这篇的诗篇提醒我们 当我们面对苦难 面对艰难 面对四面受困的时候 叫我们心不送胆 叫我们不灰心 不鬼怕 而是单单地拥望你 因为耶稣基督俗日 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试试你怎样请教 依靠你的犹太百姓 今天你同样请教我们 我们要经历你全备教恩 赞美耶稣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第七十六篇 阿萨的诗歌 交给圣泳团长 用诗言的乐器 上帝是胜利者 在犹大 上帝为人所认识 在以色列 他的名为大 在撒冷 有他的住处 在石安 有他的居所 他在那里 折断功上的火箭 盾牌 刀剑 和战争的兵器 细拉 你是光荣的 比列密之山更威严 心中勇敢的人 都被掠夺 他们碎了长教 没有一个英雄能操守 雅各的上帝 你的战车和战马都沉睡 你 为了你是可谓的 你的怒气一发 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 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 上帝起来施行审判 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 那时地就惧怕而静命 细拉 人的愤怒终必清借你 你要以人的如露畜烟 你们当向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许愿 还愿 在他四围的人 都当拿贡物献给那可谓的主 他要挫折王子的娇气 向地上的君郎显为可谓 这篇诗篇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诗人特别论到 在耶路撒冷有神的住处 在石安有神的居所 因为那里有神的圣殿 在那里有敬佩神的地方 所以神是特别的保护 诗人特别论到 在耶路撒冷当中 神的名尊为大 在犹大 神的名是被人所迎接 意思就是说 神显出他大能足位的时候 神的指纹都认识他 神因他的指纹 而得罪了荣耀 因为当神施行请教 保护石安山 保护耶路撒冷的圣殿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背景是阿朔帝国的大关 要来攻打耶路撒冷 最后他们蒙羞而为 因为神保护了他的圣殿 神保护了石安山 保护了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从这里能看到 诗人借这件事 大大地来清语神 这篇诗篇有第二个重点 就是轮到神的审判 他说人的怒气 反而是叫神得清真 人的愚怒 神就要禁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背景就是 昔日阿朔帝国 当他们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摊平八国 以色列他们已经占领了很多周边阿伯国 当他们这么窮傲地去诗独神 要毁灭石安山 毁灭圣殿的时候 当他们烦恼的时候 神在那里 显出他大能的手 叫阿朔帝国的大关 一天之内十八万五千被杀 神猜派一位天使集 杀了十八万五千的阿术帝国 阿术就亡羞 所以诗人在这个背景底下 他就说 人的烦恼只不叫神得出清真 为什么 因为神的子民依靠神 神的命就得出清真 神显出他的荣耀 指尘快乐 顶姊妹 诗人告诉我们 在佑黎神的名被人所认识 在以色列 神的名秘捐为神 同样今天 我们每一天在吐告里面 我们就要主吐万主教 我们吐告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习 我们就要顾到神的需要 用神的名 被全地的人所尊为习 所形成 于是我们就需要为万人吐告 圣经说第一 我们要为万人吐告 恳求代求俗志 为万人灵魂得救来吐告 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 同事同行 远亲近日 我们所接触的人 我们为他灵魂得救来吐告 为香港人的灵魂得救来吐告 会传递很多未得救的灵魂来代吐 求主用他的救恩能够全遍传递 让我们周围身边的人都能够悔改来顺住 叫人人都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神 叫人人都来尊神的名为习 弟兄姊妹 食安的归所 耶路撒冷的住处 都是神的圣索 表正今天基督的身体教会 我们要为教会来求平安 同时 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家中的时候 不要空手去朝见神 教会时代神要求以色列人 没有人可以空手朝见他 都要带礼物去朝见神 我们每逢主要来到教会当中 我们要带两样的礼物 第一样的礼物 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 上上上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这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 就是我们要用嘴唇献上感谢 我们要尽心尽盛的清重赞美神 团体的敬拜神 第二方面的礼物 就是不可忘记捐书的债 就是我们将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 教会奉献 为了神的时功而弊上 这叫捐书的债 所以每逢来到神的家中 我们总是有所献上的 最重要是用心灵和圣神 来敬拜我们的主 诗人提到人的愤怒终必称赞你 鼎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时可能你遇到一个很苛刻的老妻 不停留你 你内心可能很不开心 有时你面对一些拜口祝的父母 他逼迫你 不让你回教会聚会 可能你都觉得很有压力 但是无论你面对人 怎样用愤怒的必白 或者愤怒的责备 一面当然我们要检查一下自己 有没有做得不对 需要改正的 但是另一面 如果我们没有做得不对 反而面对一些苛刻的责备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反而是祷告神 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 让神的恩典充满我们 让我们能够学习生命的功夫 学习顺度 学习有主的喜乐平安 学习生活中更倚寇神来胜过这些难处 反而叫神得清赞我 人的烦恼反而成就了 神的美意叫神得清赞我 因为当你倚寇神的时候 神的命就得到荣耀 你反而能够活出美好基督徒的见证 神发基督的兴香之气 今集背中的金句是 你们当向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许愿还愿 在他四围的人 都当那公物 献给那可谓的主 诗篇76篇11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